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Beyond KOL这个频道 今天我又找回我的中学同学Eric 就上来跟大家谈一谈 关于美国最近一个 都很多人说的case就是 affirmative action 和related to Harvard University 我想大家对Eric都不会陌生的了 我已经邀请过他上来几次了 他就在美国的纽约里面做律师的 所以这个case就一定要他上来讲讲 Eric首先我对这件事的基本了解就是这样的 affirmative action这一件事 就不是特别针对大学入学的 其他社会的层面里面都会牵涉到的 特别讲工作 有很多传统的职位或者行业 就被白人男性来垄断的 例如我们很多时候讲的那些什么 在公司里面那些独立董事 又或者你做的行业律师 都是这样的 所以affirmative action就是希望增加个diversity 所以要增加多些女性 黑人或者拉丁裔在董事局里面 又或者譬如你做的律师行业里面 如果将affirmative action 特别摆在大学入学的话 就是说有一些的族裔 特别是指华裔 大家听到很多故事就好像什么 虎妈、虎巴那些这样 就谷到那些人的分子很高的 对不对 就是affirmative action的意思就代表 就是对于华裔这一帮特别高分的人 他就用一个高一点的门槛 来到去收他们 黑人那些可能分低一点的 他们用一个低一点的门槛 去收他们 所以不同的种族 那条的收分线就有不同的 这个据我了解就是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application在大学入学那里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很多人就说这样就fair 因为不想说 全个哈佛或者全个Stanford 或者Yale 全部都是中国学生 这样不行的 就是希望有一些diversity 这样的环境之下 其实为什么会被人挑战呢 就是谁挑战他 或者为什么无端端又会 销到哈佛那一搭呢 其实这件事 是有一个比较上保守的group 叫做SFFA The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 美国来说叫几右的组织 其实就很多年都想challenge 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因为觉得入学是应该based on meritocracy 不应该跟种族有任何关系的 就是很多华人父母就很buy 就变成是用了这个华人的student 这个treatment 你还用support他们的argument 就是这样 最后输了是不是 就是现在究竟发展到什么地步 就是是不是Supreme Court 已经判哈佛输了 就是说以后 没得再上诉了 因为Supreme Court 已经最后 就是说是不是这个已经是 final decision呢 没错 最高法院 Supreme law of the land 没得动了 除非是下一个Supreme Court decision overturn这个 就是好像Role vs.Way那样而已 就是你可以Supreme Court 可以overturn自己 但是没有第二个国可以overturn它了 就是说以后所有的美国大学 都要放弃所谓的affirmative action 因为哈佛输不行 那间间都应该不行的 是不是呢 间间都是不行 其实这个不只是针对哈佛输 是全美国任何学府 都不可以用种族来做一个basis 去收生 OK 那问你两件事 第一 你作为律师怎么看 以及你作为华裔的父亲 又怎么看呢 做律师 我当然是要遵从 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在我来说 他是follow这个宪法 那他没错 我作为华人的父亲来说呢 我就觉得他这个判决是 assume 那世界美国是人人平等 每一个学生都有平等的待遇 那其实说真的 我又不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说 美国这么多年 是不是对少数民族 对华人 对黑人 对拉丁人 是有不公平 绝对有 最高学府是不是 这几百年都是最注重白人 或者有钱的legacy 一定有 所以我其实 其实本人觉得 他们那个华人父母的 那个concern是变成 被这个右派的group hijack了 来over-atur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是少少unfortunate 就是我以一个父母来说 我有一点失望 这个decision 因为其实他是 小小 将时间倒流 去回30年前 那个美国社会 就是说 这个社会很平等的 总之你甩就行了 但是其实 我们做父母都知道 其实你的resources 很多东西都不同 不是说 你说平等就平等 就是我就这么看 那说回头 其实最高法院 用什么的理据 去推翻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在很多 经济学上面的 研究都显示 就是说 其实你的子女的成绩 将来的成就 进到什么大学 其实跟你父母背景 很有关系的 事实上正如你这么说 在美国里面 有些人是资源多一点的 就是家里的资源多一点的 那那些人呢 事实上 他们进到好的大学 找到好的工作的机会 是高一点的 那如果你在大学里面 不take that into consideration的话 那变了一个diversity 可能in the long run 是会越来越厉害 这件事我是赞成的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为什么 supreme court 会有点像你这么说的 时光倒流 去推翻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就是它的理据在哪里呢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这个supreme court 其实就很保守的 那这几件事 Roe vs. Wade Gun law 很多我们讲过 我都不再重复了 这个supreme court 其实就很多case都是 我们就叫strict constructionist 就是他们全是看书面 来判案 比较上不会是怎么样 discuss这个social economic impact 或者是 past history 这样的东西 就是他们这个panel 比较上保守到是 那个宪法怎么说 他们就怎么判 这件事其实是他们的argument 就是majority的argument 很简单 因为我们宪法 有条14th amendment eco protection clause 那你under equal protection clause 你是不可以favor one race over the other 就是racial discrimination racial preference 就是都是不行的 以前可以这样做 因为历史上 是有对少数民族的不平等 但是现在的supreme court的看法就是 那个宪法说不行就不行 你以前怎么样 什么reason都不关事 所以你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 因为宪法说不行 OK 那延伸下去了 这个是大学修生 可能对一般人的影响 都不是说真的这么大 如果你没有子女的话 他又或者没有入这些 哈佛、Yale、Princeton 那些很厉害的那些 才会这样 但是这一样东西 其实你在美国住这么久 会不会延伸到 好像你说其他行业呢 就是比如说 你说律师那样 那将来就可能 哦不会的了 就是你是可能黑人 或者拉丁美洲的人 那你不会有一个所谓的 特别的待遇的了 那其实慢慢慢慢你觉得 会不会向这一方面走呢 就是有少少好像那个 equality 就是或者平权这件事 那个宗在这边了 现在就好像 好像翻了少少转头 去到另外那边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 在美国住 这个宗教室是 就是很多人是看他马首是尖 那变了他的态度是这样 会向很多低级的法官 执行者 就是很多领域都会 就是这些就是 这个法律一个 是很多时候是一个 很慢慢滲入 这个社会的 everyday's life 照眼看 大学 就是 大学是一个 很大component of 一个人的life 那个 首先 那个是会 shape了很多人的 additive 那还有 很多人看这个supreme court case 也都会觉得 不仅是大学 这个是applied to 很多other other part of life 例如 某个职业 是变了会 对diversity 是没有那么supportive 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 大company 对觉得diversity 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supreme court 都说不需要 上个礼拜 有个congressman 写了一封信 给50间 美国大firms remind他们 这个supreme court decision 说affirmative action is illegal 叫他们 省定点 如果他们 再advise client 要 racial diversity 那些东西 可能会 violate the law 可能会 result in investigation 就是很多人 就觉得 如果 racial affirmative action 没有了的话 那 what's next gender 或者是 sexual orientation 会变成了慢慢 erode 对那些平权的支持 因为始终 你一个 如果你最大的 block 是突然间说 firmative action 是 illegal 那下一个是什么呢 Title 10 support women's sports 很多东西是否说 有个慢慢蚕食 这个eagle right 的问题呢 那最后 总结 我都想问回 你在美国住的经验 就是 就是 你觉得 这一件事 为什么会 发生的呢 是因为 过去 或者 十几二十年 就是 讲平权 讲得 太厉害 美国社会 已经有个厌户 在那儿 还是 你觉得 为什么 这一件事 是会发生的呢 就是 保守的势力 一直都存在的 为什么 好像 这几年 譬如你说 Role vs Way 这些这样 就是 好像一连串发生的事情 就是 那个势力 好像强了起来 那又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呢 其实 这个不仅是美国 我看很多地方 欧洲国家都有 其实这个COVID 令很多社会 都要保守了很多 因为 开始 自行自己 那你变成 你自行 就觉得 保护主义 越来越厉害 这个不仅是美国的问题 就是我看到 很多国家都是这样 就是特别是 这几年 美国 就是选了Trump 出来 更加 变本加厉 是 很多东西都要很保守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America First 这个不仅是美国的问题 就是你在印度 都算了一个Mode 出来 India First 其实那个Idea是 我要保护自己 那Majority 美国是什么 白人 那开始觉得 为什麽我要给 Majority 这麽多 Advantage 很多人 是 Associate 说 因为 Majority 太多 Right 所以变成 现在 美国 现在的 美国社会 是太 Liberal 就像你说的 可能这几十年 Liberal 是 Advancement 很厉害 那现在 可以说是 Back Slash 这个可能是 少少 Over Generalization 但是 COVID 是带了 很多 这些 保守派 来 这个 Advocate 这个 回到 这个 Oh We have to isolate ourselves again We have to bring back the old days 就是 有少少 这样的 idea 好的 今天又 麻烦了Eric 上来 帮我们 说了 很多 美国的情况 特别是一个 作为律师 作为一个 中国人的父亲的身份 如何看这件事 那我谢谢你 Iric 那下次就和大家 说过不同话题 再见 拜拜 拜拜